2016年南加州佛教界联合庆祝佛诞节大会 将于5月22日在柔斯密的惠提尔公园盛大举行 南加佛教界团体共同庆贺 请看报道 由法光寺、法应寺、观音长寺、福光山西莱寺联合主办 国际佛光会洛杉基协会承办的 2016南加州佛教界联合庆祝佛诞节大会 将于本周日在惠提尔公园开幕 当天除了安排专严隆重的行佛、献贡、御佛仪式外 也将举办佛教文物展、茶厂艺术展、表演菩提妈妈 50多个各式摊位提供各式家乡小吃、苏陀庙味 及佛教文物书记结缘品、少林武术大展、民俗歌舞表演等 释迦摩尼佛佛佛陀 祂为了解决我们人类生老病死的痛苦 祂以生命去寻求真理跟解脱的方法 让我们人类能够获得更好的人生快乐的境界 所以每年我们庆祝佛诞节 是我们不但是仁天共庆 我们人类或者是信佛、学佛的人 更要全程恭敬地来庆祝 今年还有佛教文物展 佛教文物展今年是以敦煌石窟作为一个特色 跟Gating Million的一个敦煌展 其实是有一个延伸性 今年还有茶禅的一个茶禅展 最主要是让来的游客可以了解 茶跟禅之间的结合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周转机采访报道